哈喽各位小伙伴,大家好,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伟哥,今天我们继续来玩青铜局,这是第三次了,前两次遇到的都是人机,打滴不过瘾,那么第三次青铜能遇到什么对手呢?废话不多说,咱们开始吧。 这次准备用亚瑟,他可是王者的代言人呢,召唤是技能,选择终极,装备依然选择,胜场最多的就好了,明文在青铜随意就好了,进入匹配界面后,看到王昭君带着六元限定皮肤,就知道这局估计还是人机,因为青铜局大部分玩家是没有皮肤的, 何况王昭君的皮肤还是现实的皮肤呢?进入游戏后,果不其然,对方的连拖和后裔很乖的进入了草丛,这是人机的标准操作,先不管他了,清兵就好了,你说人机智商有多高? 等我清完兵线了,后裔才屁颠屁颠的跑出来,射了我两箭就不管了,而草丛里还有一个连拖,不知为何没动静,咱们去会会他,他好乖的呀,打他都没反应,搞得都不舍得打他了呢。 这时后裔来帮忙了,那就拼了吧,一个终结解决了连拖,然后就追着后裔打,这后裔没有任何反抗,就知道逃,还真让他逃掉了,不过不要紧,这个后裔他不会回家的,你看没多久他就乖乖的出来任我打了, 这时连拖又来了,既然这么急的来送人头,那也不客气的就收下吧。 这次青铜局最好玩的地方是和王昭君兑线的时候,他也不请兵线,就一个劲的往前跑,这时已经亚瑟已经有红莲斗篷了,靠近王昭君都会伤到他。 而王昭君也反抗了,就是乱丢技能,然后又跑了,明明已经跑很远了,却又突然回来了,难道这在诱惑我去打他呢? 果然一下他的队友来了两个,这时候只能先撤退了,不过他这两个队友过来好像就是玩玩而已,后裔射了几下之后就不打了,开始跑了。 那亚瑟就开始追他,眼看后裔被击败,王昭君却没有支援的意思,还在墙边不停的来回摸他,也不知道在想什么。 王昭君就知道跑,也不知道到底在闹哪样,就想用红莲斗篷烫死他。 不过他后面开始反抗了,那只能用技能送他回家了。 王昭君复活后,又和他相遇了,继续玩刚刚的套路,就是和他一起小跑。 不过这次由我方后裔来捣乱,不然就可以不用技能,也能击败王昭君了。 而这局青铜局的最后结果,自然是轻松获胜了,再赢一局就可以升到青铜二了。 那么本期就到这里,想看第四次青铜对局的小伙伴,记得点击关注哟。